阿姨 额娘 我写的字怎么样啊 额娘 额娘 你看我写的字好吗 写的比上回好多了 黄阿玛许久不得空了 近日都是五哥教我写字 五哥的字写得极好 有他教你自然更好啊 儿子会用功的 我会成为像五哥那样的人的 会的 姐姐 姐姐有事找我 永基 去找你永齐哥哥玩会儿 正巧 永齐做了两把小弓箭 你去找他玩去吧 好 去暖哥吧 嗯 真没想到 皇上会如此身魂颠倒 不知所以 竟然用皇后之责 去逼迫姐姐 劝韩氏活下来 皇上对韩氏深情热烈 任我陪着皇上这么多年 也未曾见过 我一直以为皇上甚能克制感情 以国事为重 却没想到会如此 看着皇上对她的样子 我就在想 那我和皇上的曾经算什么 那姐姐 你真的要去劝韩氏吗 我不想去我也不愿去 可是作为一个大清的皇后 我只能去 让皇上慎心愉悦 不是一个皇后该做的吗 本宫听闻人之将死的时候 会见到他最想见的人 你在等这一刻 本宫对韩氏也很好奇 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会让你如此念念不忘 你和那个皇帝是不会懂的 那是少年时的相知相许 相伴相伴 你若说的这些 本宫便懂了 本宫也有曾经年少的相知相许 真的吗 真的 只是本宫如今担心 你若是死了 你若是死了 这个世上 就再没有人记得韩氏得好了 神佛在上 你若是死了 朕成心摘剑 以求大清国运昌隆 二则 人生在世多年 朕见了 想要纵情自已 放人一回自己情感地相见 但求上天怜悯 此他在朕身边再不分离 我喜欢韩启的时候十六岁 他十八岁 他的眼睛特别地明亮 比天上的星星还要亮 他带着我骑马 放牧 带我去看最美丽的沙枣画 他吹着口弦伴我起舞 那是我们最快乐的时光 你可知道 我们是真心相许的 我们一起蒙事 彼此钟情 就想在草原上快快乐乐地生活 我们韩部的人 只要发过了誓 就绝对不会反悔的 真好 可惜 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 若不是因为我 他就不会遇到雪崩 他就不会遇到雪崩 他也不会 谁都不知道 韩启会发生这样的事 韩启是你的未婚夫 你为他伤心难过 追思悼念 都是应当的情分 只是 你一直陷在自责里 若韩启有之 也会于心不忍的 如若你再为了他绝世离世 他会安息吗 本宫觉得 以韩启对你的情谊 他一定希望你珍惜性命 好好活下去 更何况你还有你的阿爹 你的族人 你应该知道 你是他们好好活下去的指望 从韩启死了的时候 我就心灰意了 便没有了指望 我怎么还能成为别人的指望呢 逝者已不可追 你若还珍重你的阿爹 你的族人 就该好好活下去 哪怕远远地守护他们 看他们过得比从前更好 除非 他们对你来说 并无所谓 他们对我来说 怎会无所谓 只是 我怕我做不到 只要你断了求死之心 肯定肯活下去就能做到 来 喝一口生汤 这样才有精神 为了你阿爹 为了你阿爹 你的族人 还有韩记 喝一口 再喝一口 再喝一口 不喝一口 还没得到 你还是 您在想什么吗 听相见说对韩启的感情 本宫知道 终于有一个人在这个宫里 有过和本宫一样的心意 您说什么 他俩的年少情深 像极了 当初皇上和本宫 娘娘是看见韩启太感触了 相见对失去韩启的心痛欲绝 让本宫黄阔 也许本宫也失去了 曾经恋恋不舍的少年了 我应该是把我단派来 是我们想想的 但是我还没错 仍然是我们在宫里面 偶像看的人 或是我们想rie自己的 王痴 有一个人 又十一年 可真是 此真是 我 有一个人 就算不舍得 优优独播剧场——独播剧场——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皇后做得极好 真心甚畏 那香剑脸上的伤 快好了 已无大碍 好